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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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呼 老梁我問你喔 你會允許你自己可愛的小孩 在家裡跟你住到幾歲 我覺得男的就十八歲嘛 女的的話大概 三十八歲 三十八歲 嫁不出去了 嫁不出去什麼 對啊 我就愛他啊 對不對 那好 那換一個角度來說好了 如果時光倒流 是 你跟你爸爸住在一起 美滿的家庭 你會願意跟他住到幾歲 我跟我爸爸住嗎 對 歐白說 三歲也是勾得到門把 對啊 喇叭鎖也會開啦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在聊說 因為呢很多外國朋友呢 他們呢大概呢 到了十八歲呢 那去上大學了嘛 對 父母就希望呢 他能夠自力更生啦 鼓勵自足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們也請到了 我們呢住在家裡呢 是一種孝順 天天一家團聚不好嗎 不一定好喔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當然呢十八歲就要離開家 拒絕當賴家王老五 我們的新男代表歡迎 大家總說小孩成年 父母要學著放手 但現在小孩 卻越來越晚離家 衍生許多賴家的肯老族出現 放小孩走自己的路 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我好像是這樣 是 十八歲之後 父母就希望你跟他們沒關係 賈斯汀應該更早吧 沒有 我們沒有 其實 你父母對你這樣說 就表示你父母其實不太愛你 真的 真的 你們不是上大學就要出去了嗎 那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因為我們美國 學生 小時候是比較獨立 爸爸媽媽是這樣訓練我們 但是其實 搬出去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 沒有選擇搬出去 爸媽也不會趕你 不會 他們就是說 你要留在這邊 我一直都有一個房間給你 一直都有吃的給你 但是 生活的費用 你要自己去賺 其實我覺得 因為美國 因為大學啊 離很多你原來念高中的地方 其實它是有一段距離的 它可能是另外一個州 對 或另外一個比較遠的城市 所以你其實不得不 為了要 被強迫性的 因為你要去大學嘛 所以你要搬離開家裡 去住那邊的宿舍也要 或去那邊租房子也要 所以因為美國大學有個距離上的關係 可是這以上就是講說有原因數 所以必須要出去啊 對 可是在瑞典好像 不管有沒有原因 18歲你都要離開家 對 可是也不是說因為 就是你剛剛那 準備好蛋糕 祝你生日快樂 給他 一腳踢出去 是這樣嗎 你看蛋糕後面 蛋糕跟你一起出去 對 沒有啦沒有啦 其實說 在瑞典大家也是18歲 就要搬出去 可是也不是說因為父母 要你搬出去 是因為瑞典是沒有一個人 是想要跟父母住在一起 對 我們就是會想要就是 這麼恨他們 懂 因為每天都叫你組IKEA的家具 是不是 對啦我們一直都期待這些 永遠 終於可以買IKEA的東西 然後可以就組一家 出去了 對啦很好吧 沒有啦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18歲 開始年大學 我們都會搬出去 那因為在瑞典也是說 如果你 如果你是學生 你可能就是沒有工作 因為就是要專心讀書 那這樣子 就是國家就會補一些錢給你 像在瑞典 因為土地大嘛 人口少 所以通常就是那邊的房租 可能不是很貴 雖然可能就是 跟台灣差不多 比如說一個30坪的房間 可能也是要個3萬塊左右 可是因為你一般的工作 就很普通的一個服務生 或什麼就是 平均的薪水 就已經是10萬多塊 好高啊 這服務生是10萬啊 你說去麥當勞那種也是嗎 對 哇塞 然後這樣還有政府 不住 我們搬去瑞典吧 走了 五家也很高 對 我跟這個位置 對 賺得多 一定用的也會比較多吧 對 義大利就是跟台灣差不多 比台灣才高一點點 真的嗎 對 一個月服務員大概3萬6 對 可是物價也比較高了 那義大利的呢 義大利我們年輕人 其實不太喜歡離開家 我們就喜歡留在家裡 可是我們父母親 都是想很多辦法 讓我們趕快就是 對 他當然18歲之前 不可以把你踢出去 就是法律 可是他你滿了18 他就在那裡開始認真 像我爸爸那個時候 他跟我說 有時候18了 你可以慢慢開始幫到外面 你可以比較自由 你可以 你不是很喜歡 你可以帶 你可以帶妹妹回家 然後我跟他說 我現在都沒帶 都講成這樣 我你也不建議啊 我現在也可以帶 現在也可以帶 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跟我說 出去學習比較好 我說沒有 在家裡住 不用付房租 可以用家裡的車子 我爸爸越聽越覺得 家裡吃飯 爸爸媽媽就想說 要怎麼把他引誘出去 對 像我之前問我爸爸 爸爸我可不可以去台灣 念書一個月 他說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是不到什麼 就一年了 你爸爸有沒有想過 台灣人民的想法 他沒有時間考慮 他聽到國外說 去啦 他也不用回來 好 那我要說 那下個學期 不用了 下個學期 滾 哇賽 請問你是你們家的獨子嗎 沒有 我有兩 因為你知道 我們房子有五個人 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 我們只有三十坪 一個廁所 所以爸爸都會想辦法 把大家踢出去 我們醫療課 好像跟亞洲人一樣 父母就是覺得 希望永遠 小孩子就是在家裡 我媽媽我爸爸覺得他們 希望全部的家人 就是永遠不離開 所以是伊拉克所有的家庭 就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但是 然後我 但是我們 就是小孩子 比較想離開 就是比較獨立 自己要 要幹嘛就說幹嘛 不要父母負責 然後 因為我十八歲的時候 就是高中畢業 我就 就是找那個 我三進比較遠的大學 所以我可以出去 但是 然後我到那個時候 然後我父母就是偷偷去幫我 幫我申請比較近的大學 然後他們去那個 什麼賺錢 賺錢 所以我可以上大學 確定 然後 我申請了 那個我們家附近的大學 然後就是他們說 你現在沒有理由 你趕快回來 然後我就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爽 然後我就 我去偷偷 我都沒有跟他們講 我去偷偷 申請就是國外的大學 然後我申請到那個 台灣的獎學金 然後拿到台灣的獎學金 然後申請完全部動作 然後 要離開 幾個禮拜要離開到台灣 然後跟他們說 我申請了到那個 台灣的獎學金 然後我下禮拜 我要離開 然後我媽媽超生氣 超不爽 然後後來她就 沒辦法等著我 因為已經 媽18歲 然後就到台灣 像我 我是鄉下人 就是用我的歷程 就是鄉下人的歷程 講這個故事的話 又是兩個方向 第一個 就是我們空岐線 九州那邊 就是一句話 太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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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爸爸媽媽 常常給小朋友說 太嘎 就是avis 差不多就好了 我的年輕 我的朋友 他們還是跟爸爸媽媽要在一起 讓空岐線的東西很便宜 然後很多 熱情 如果他沒有工作 沒關心我今天清課 可生活 都對 很多人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 從小到過時 都沒有離開空氣線 真的 很多人是這樣 很愛意的一個地方 我們家裡也是 那很好 對 很多人是這樣 他在那邊過得開心就好 但是另外一個 像我比較想要出去外面走一走 因為我就是從小就開始在國外看一看 我覺得在空氣線以外的世界好大 包括東京還有國外 我覺得很棒 像我這種的 可是到18歲那個高中畢業那一天 就是開始找房子 你自己想離開 對 但是問題是 就是很多錢是自己賺 因為空氣線的人的收入就是比較低 所以很多人沒有辦法 因為我是看好我的家庭還不錯 所以就是可以一開始讓我去那邊 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 因為空氣線的收入是真的很低 那雨萱呢 因為我這個新加坡 我們之前去新加坡 我去新加坡遊學過一段時間 我發現他們的父母親都蠻保護小孩 怎麼了嗎 我去新加坡遊學 你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嗎 你自己講錯啊 真的沒有聽過啊 沒有聽過嘛 沒有啊 不是自己在瑞士嗎 瑞士是留學 瑞士是留學 有一陣子我在新加坡遊學一個月 所以比較短期的嗎 比較短期的 所以遇到什麼困難嗎 很短的一個月 不是啦 太無聊了你就回來了 新加坡的父母親都很保護小孩 對 很保護 很像有一些我的朋友到大學 他的爸媽都會每天送他去學校 接他放學 大學 男生女生 因為很保護 太過保護 可是新加坡就這麼小 我想問喔 因為現在台灣越來越多 是父母親會去接送 因為治安的問題 可是新加坡不是很嚴嗎 有需要到送成這樣 就是太愛孩子吧 真的 因為我覺得新加坡好像 它的升學壓力也很高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學校 有一些那種新加坡來的媽媽 都逼小孩念書念得很近 所以是比台灣還要再嚴格 所以他們壓力其實比他們很大 這很不好啦 我跟你講 我們在美國 高中就是有高中的感覺 然後你進大學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讀一年的那個大學 在美國 就很棒 然後想說 那我就來台灣讀大學 根本就是第二個高中耶